對 他就這麼誇張 如果 那是夏天才會這樣 冬天 下雨 我當然不可能帶他們出去 因為有時候小朋友就喜歡玩水 夏天也會容易著涼 沒有 我就穿雨衣 你看小朋友喜歡穿雨鞋 去那邊踩誰幹嘛 那我就會帶他去踩 所以他就是有很多理由 對他兒子有求必應 聽起來是好爸爸 可是有的時候 說到買車車 我倒是有聽過一個病人 他是這樣跟我說 他說他的老公也是工作很忙 所以他每一天 每一天就週間一到五 每一天回來 都會帶一台小車車回來 你可以想像他家帶的車子 跟你們家差不多 好 那最糟的是後來 他老婆也開始這樣 睡了也開始上班 回來之後他小孩會問媽媽說 媽媽 我今天禮物呢 他就開始覺得這兩年下來 真的不OK 對 就是只要爸爸媽媽回來 就是禮物呢 禮物很奇怪 對 因為給小朋友養成 那種有求必應 我要什麼你就應該給我 我要去哪裡 你就要帶我去的那種 那種感覺 這以後我就想說 你以後一定會 養出一個敗家子 哇塞 給我敢講 太多了 前不久你知道小朋友 當然小朋友上幼稚園了 你知道很多小朋友都會拿玩具 會需要去分享 然後我兒子回來跟爸爸一樣 爸爸我同學最近都在玩 那個戰鬥陀螺 戰鬥陀螺好吸引男孩 我可以 我同學都在玩 我也好想要 然後爸爸就看了我一眼 然後我說不可以 因為媽媽看到的不是戰鬥陀螺 是跟風的壞習慣 現在是個戰鬥陀螺 以後是個戰鬥機 你買得起嗎 對啊 搞不好他就知道 他真的真的很厲害 你看到嗎 對啊 然後小朋友 你知道小朋友的方法很多 我說你拿自己的玩具 去跟同學交換來玩就好了 小孩就說OK 小孩已經接受這件事情了 是 然後過沒多久 我兒子過生日 結果阿嬤一進門 帶了一個這麼大的戰鬥陀螺 是你說的 我看不到我小時候有這一招 你知道嗎 我心裡想說 這一天不是已經翻過去了嗎 怎麼又翻回來了 阿嬤是買給他兒子 阿嬤講說 阿嬤 你遲早養醉敗傢伙了 你敢嗎 我怎麼敢 我當下你知道嗎 馬上拍一首 阿嬤好夢 阿嬤五人知道 然後小朋友現在最喜歡什麼 阿嬤好用心的 然後兒子當時他的高興壞了 你知道 我想說這個事情 絕對不會這麼簡單 我就把爸爸知道我旁邊 我說老公 為什麼媽媽會買這個 然後我老公就說 我就想說那個 阿嬤問我兒子喜歡什麼 我就跟阿嬤說 兒子最喜歡很喜歡戰鬥陀螺 所以阿嬤就進來了 他把婆婆搬出來壓我 可是我比較好奇是 你明明想跟他講說 敗家子你到底表面上說的是什麼 我希望小孩懂得知足 就不要去培養他那種慾望 你知道嗎 這個就講大道理 可是你是我問你 如果這樣子可以讓他跟小孩的 感情很增進的話 你覺得是值得的嗎 我覺得看書也可以增進感情 他就不想要增進感情 他就不想要增進感情 而且你們是親父子 又不是後把 你要多增進感情 那麼難改變 那天啊 雪融衣水耶 有你的陪伴就夠了 對啊 不過我必須要講一些例子 有些男生 他真的跟爸爸之間玩的玩具 會一路帶到他成年了 對 所以就是說 比如說小時候跟爸爸玩槍戰 然後他可能長大以後 他內心有點空虛的時候 他就會 也是會玩一些小時候的玩具 是 說老實話 那些 當然看他什麼職業 但他那些花不了什麼錢 跟賭博啊跟你知道買真正的車啊 他去買個玩具槍 你說能多少錢 所以我身邊很多已經這麼大的男生 還是常常會去買他小時候的玩具 可是我兒子 感覺還好 這美好的回憶 可是我兒子已經把爸爸買了一百多輛 TOMICA小汽車 對 放棄了 轉戰鬥陀螺 我覺得那個臨界點 就是像李欣剛才講的 就是說 孩子會不會因為爸爸買那麼多 就覺得買任何東西都是理所當然的 對 如果是理所當然 那我覺得就 愉悅了這個臨界點了 對 不過剛才黃醫師講得對 就是說 其實像我 我很喜歡棒球 為什麼 因為我永遠記得 我第一次 我爸爸帶我去 國父紀念館的哪一個草皮 教我怎麼丟棒球 我就記得 對 所以我就是很喜歡棒球 我覺得那時候是一種 父子之間的那種幫領 可是有時候我也會觀察 像 你說他現在玩戰鬥陀螺 之前那TOMICA小汽車 他就先收起來 收到旁邊去 有一天我又問他說 你以前喜歡玩那個小車車 為什麼都把它放到旁邊 他說 你不曉得小朋友就是這樣嗎 什麼 然後我說什麼意思 他說我先把它收起來 下個月我會 再看到的時候我會覺得 這是新的玩具 我會一直飛才去玩 他好懂喔 這種對付小朋友的方法 他先把它收起來 我想說收起來 那可能就會冰起來 他不曉得了 他說你不曉得小朋友就這樣嗎 可是黃醫師像爸媽在教小朋友 那個教養方面很容易意見也很分歧 那如果我們真的想要講出心裡話 又覺得講出心裡話 有點難聽的話 要怎麼樣溝通才對 第一個先看小孩有沒有危險 如果沒有危險 假設這個教養的不同調 暫時沒有生命 沒有肢體 沒有心裡的危險 我是覺得先不要當下去否定 那就是先在旁邊觀察 如果你真的看不下去 反正沒有危險 你就先離開 眼不見為盡 免得那句話憋著 就不小心又蹦出來 就你怎麼當爸爸這種話 那當然這個事過境遷 當天晚上或是隔一段時間 你們就可以好好的溝通 那幾個字不要用 老是啦 總是啦 我搞不懂你 就這種比較是全面的 一竿子打翻一整艘船 你每次都顧小孩都睡著 你每次都這樣羞辱我的小孩 但是其實你老公可能覺得 我沒有每次啊 我就今天做錯了 你可不可以講今天這件事就好 可是講 你今天這樣子做 對不起 我小孩很弱 就一定要你每次都這樣做 你每次都這樣做 你70次對我小孩對不對 可是就像我們剛剛講 你每一次這樣 老公就踩到一個地基點 就說我沒有啊 所以他就等於否定 你後面要講的那些話 所以大家一直告訴他 你這一次我覺得有所 有可以修飾的地方 當然我們是不是要先包裝一下 說老公沒有你不行 但是怎樣怎樣 但最後最後當然 如果溝通無效 譬如說你老公就是啊 他搞不清楚啊 中文不好 常常聽不懂的話 有時候 那個狀況下 你可能那未來就是要避免 就OK 所以以後呢 在某個公共場 有小朋友的地方的時候 老公就不要讓他負責 因為他抓不掉 拿捏不好那個分寸 你覺得只能這樣 可是說到這個公共場合 其實有很多狀況 就是撕下來就算了 可是有時候 老公的朋友圈 或是同事圈 一些工作的那些教育圈 你有時候覺得 有那麼多事情嗎 對 就是我老公呢 大家都知道 他現在就是在開餐廳 然後他是一個 非常親力親為的老闆 黃醫師有 是常客應該知道 他就是在現場 就是你知道自己忙進忙出 然後他又是自己擦桌子 洗杯子 然後調酒 什麼就一手包辦這樣 工作上呢 就是你對客人啊 你在自己的工作上 你很親切很親民 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但是你對你的員工 我覺得就不能夠 這麼的親民 對 因為有一次呢 我就去店裡 然後你知道那個 他們餐廳業很多員工 就是一些小弟弟小妹妹 可能是大學來打工啊 什麼就是年紀很輕的 有一天呢 我就聽到其中一個服務生呢 就叫我老公 瑞瑞 怎麼可能 為什麼 因為我老公應該沒 請問是男生還是女生 當然是女生啊 好幸福啊 瑞瑞 你是不是存在 因為我老公因為名叫瑞嘛 我就心裡想說 你好歹叫他 他也是個主管啊 經理也可以啊 瑞也OK啊 你叫他一個碟字 瑞瑞 好討厭 後來呢 我更離譜地聽到呢 不是只有他叫他瑞瑞耶 店裡那些小弟弟 小玉妹很多人都說 瑞瑞 你那個杯子沒有洗乾淨 你再洗一下好不好 叫老闆耶 對 然後他說 瑞瑞那桌沒有收 你先去收一下 不然我來不及了這樣 我就想說 這樣好像不太對吧 就是 他到底誰才是員工啊 然後後來呢 我就覺得說 這個這樣下去 真的不OK耶 回家的時候呢 我就跟他很認真地說 我就說老公 其實我覺得 你可以當一個更好的領導者 好理性 好理性喔 對 然後他就是想要說 那我到底想要跟他說什麼 然後就是要跟他討論這樣 我就跟他講說 因為其實我覺得 你很親民 很親切沒錯 但是我覺得呢 你對員工之間呢 還是要有一點點 界線的區分 不然有一天 對 他們可能就是 就搞不清楚狀況 那到時候你要怎麼去管教 這些員工 但雖然我表面上 講得非常理性 我實際上想要告訴他的事 你這個沒有老闆付錢 還被人家罵 就是我覺得就是 怎麼會有人付員工錢 然後還被員工洗在頭上 怎麼沒有被子洗乾淨 對 然後我老公那時候 還跟我講說 沒有 這本來就是 每個人的處事風格不同 我個人呢 我的代事風格就是這種 我喜歡跟他們搭乘一片這樣 直到有一天 他自己吃悶虧了 有一天呢 他們有一個員工 就是要請假 那個員工傳了一封簡訊 給我老公說 瑞瑞 我今天沒有辦法來上班囉 再麻煩你囉 謝謝 隨意 對 就是已經 太隨意了 非常隨意 就是你知道他不來就不來 然後喊瑞瑞 我今天就沒辦法來上班 也不說原因也沒有怎麼樣 然後我老公當下 看到那簡訊才覺得說 你真的不能再當一個沒用的老闆 不是 他可以當一個更好的領導者 是不是 那他真的很難拿捏 對 對 別忘了訂閱媽媽媽好神 我們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即時收看最新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 Yeah